謝謝主席,各位同仁 部長,各位政府官員,媒體朋友,各位公眾同仁,大家午安,大家好 請部長一下 請吳部長 江偉你好 部長,老趙 有一個大家在討論,有關於國家實驗和尚團的問題 目前來看的話,以前我們政府成立的有實驗國樂團 國家音樂廳交響樂團,跟實驗和尚團 那這個其中兩個都已經納入,分別納入文件會,或納入中政文化中心 但是我們這個國家 這個活唱團 到現在當然有變這個預算 但他們都在擔心 這個以後組織,假如說 重新改變以後 他們是不是就會被解散,會被消滅了一天 這個部長的看法是怎麼樣 應該不會 我們還是會 請台灣師大來代管 這個合唱團 那至於說未來能不能那邊 這個我想我們會建議 有一個跨部會的小組再來討論 或是文化部成立之後 文化部好好來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跟文化部再來溝通 我是認為部長這個 既然要把它存在 就不要什麼代管 這個代管是比較麻煩的這種情形 比如說你剛才講說以後 是不是要納入文件會 是納入教育部 都可能去考量的 但是我認為這個很多代管 蘇大來代管這個國家 國唱團 這有時候在很多的組織方面 也有他這個 不是很順利的這種情形 是 因為部長你看這個以後 假如說我們也是一樣的把它 納入到這種這個文件會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因為現在兩廳宴 這個中正文化中心 明年五月份之後呢 就會到文化部去了 那我也希望說因為 你這個合唱啦 國樂啦 交響業啦 應該是一體的嘛 音樂推廣 所以這個只是 支援的一個編列問題 我想基督性我們會 跟行政院報告 來跨部會來做一個處理 現在這個問題都還沒有拿出來談嘛 目前還是由教育部編預算來委託師大 這是教育部編預算嘛 曾經 曾經在九十八年七月呢 在文化部的一個組織調整的時候有提出 那當時曾經委員他做的財事呢 說這個考量他裁測或是交由國立台灣師大接管的可能性 當時也沒有做最後的定論 那因為當時這個組織調整沒有做財經 那假如說你要有蘇大的話 你就乾脆就 冰日他們的裡面什麼有一個什麼 什麼組織裡面去啦 不是說只有代管啊 如果進入蘇大變成就學校級的啦 他們希望國家級啦 他們希望國家級 關鍵是這裡 冰日蘇大是比較單純啦 但是變成學校的一個合唱團 會這樣 所以說這個地位比較低一點 地位一定不喜歡 我想這個齁 好 同時成立了三個嘛 一個我們還是 希望能夠去把他考量一下 對 不要給他們這些人都認為說活氣活寵 對啦 好不好 既然我們教育部都還給錢嘛 對 國夜交響樂跟合唱團 我們希望都一併來同等考量 重要性 好不好 我們來 特別跟部長這個 我會跟聖主委來談一下 報告一下齁 報告 另外這個部長這個齁 是 今天當然我們在講這個 高級中等教育法的這個草案啦齁 然後我想這個 在這裡面齁 就是行政版裡面 就講得非常清楚齁 當然他這個 高等教育要做什麼做什麼 這他講得很清楚嘛 所以最後講到說 要奠定這個學術研究跟這個專業資能的這個基礎為中職嘛 對不對 是 那這個是在我們現在目前來講的話齁 呃 學術研究跟這個專業資能齁 這個是不是說我們現在目前 做為他這種這個特色學校的他的一個遺跡啊 是不是這樣情形 不然我們假如說 當然這個 在我們後面所講的在第二條的 這看來 來看的話齁 他是把九年國民教育啊 及高級中等教育 合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 嚴格國上來講 是我們常常也在講說 其實他不是十二年國教嘛 對不對 九年國教 然後就是屬於這種這個 高級中等學校 合為十二年的 國民基本教育嘛 所以英國來講的話 他這個 你看他 他在這個九年的時候 他就講說是一個 國民教育嘛 那到霍三年這個高級中育 他就不想是一個 國民教育的這種情形 國民基本教育 是不是說這個 這個當然我上次也跟部長講過說 當然現在家長都 都以為 一般人都以為說 這個都是屬於這種十二年國教 大概是這樣的情形嘛 是不是這樣的情形 是他因為 他的當時 這個政策推出來 界定啦 他就不是一個強迫教育 不是一個義務教育 只是一個免費教育 也不是全部免事 大部分免事 所以他的性質 跟九年國教之前的性質 有點不太一樣 對啊他這個所謂這個 義務教育 本來就是免事 免稅委會等等 那看這個 行政策提出來這個 第二條來看的話 我們看到說 這個九年的這種 這個 國民教育 他是免學會 跟 跟強迫入學 對 那在這種高級中等教育 這規範 他是才免事為止 對 及免學會 由學生依照他的性向 性氣及能力 住院入學 對 換句話講這個 沒有強迫入學 所有年的高級 高級中學這個 並沒有強迫 沒有強迫入學 你要不要的話 就是由他自己顯電 要考慮到性向興趣 然後呢 還有學校分佈的一個 不是就近學期 靠戶籍在分發的 所以 所以換句話講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 高級中學 他 他在目前來看的話 並不是我們一般 所謂 家長在想的 就跟九年 就不一樣 國民教育那個 所以我們 完全是不一樣 所以現在 目前來講就是 有很多 他就會提示這個 因為他們 不會去欺分這個 他們兩個不同的精神 我們是有去做個說明 就是說 國民基本教育 從六到十八 但是呢 前九年呢 是 國中國小是 國民教育 國民義務教育是 普及免學會 強迫入學 免試 但是後三年呢 他是 普及免試相同 免學會相同 但是非強迫入學 免試為止 就是有時候 還可以特色造成 所以我們意思也清楚 到十八歲都叫什麼 這是國民義務教育啊 國民基本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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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我說你是全部叫做 國民基本教育嗎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但是前九年呢 是國民教育啦 是 強迫入學的 後三年 現在就是 叫做國民基本教育啦 對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那到這個 國中的話 他就是 前九年是國民教育 那跟我們憲法講的不太一樣 憲法 我們憲法所講的不是 不是說這種這個 所謂這種 國民基本教育的這種情形啊 憲法 憲法 所講的這種 國民義務教育 他就是免協會啊 免試啊 這種情形啊 只有到十五歲以前的國民教育 是 憲憲法的 國民教育 對啊 是這樣啊 後面這就不是憲法所保障的 義務教育 強迫教育 所以後面你不賭的話 不會罰款 不會強迫住學法管 對啦 不過就是說齁 這個很多的家長 他分不清楚啦 對對 所以我們要加強說明 分不清楚到底是什麼啊 所以人家現在就主義說 你現在這個 還有特殊學校行型 對 上次我跟 部長也報告過嘛 你因為有這個特殊學校 他還是要 來參加考試嘛 對不對 特色招生啦 但是他的 不是 特色招生其實 那種學校不一定是明星學校啦 他只能一個班兩個班 他可以辦招生班 他不是整個學校都是招生 不是啦 我現在就是說 我跟部長報告 就是說齁 因為你有特殊學校嘛 對對對 這個特殊學校大概喔 別人都認為說 這個特殊學校就是明星學校嘛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概念嘛 所以大家就會 來考這個所謂特殊學校 像 我舉這個 背景啦齁 當時英國 他就是工黨主政 全國呢 三千多所高中 有兩千九百多所高中 百分之九十二啊 是十一 特色招生學校 他叫 specialist school 就是有課程 特色重點的學校 未來台灣也是這樣齁 來保留呢齁 那麼大多數人是免試入學 少數呢 要有特色才能的呢 就參加特色招生 這樣可以維持更好的水準 跟競爭力啦 不過這個 這個當然這個部長所講的 我了解啦 就是說 有一些人他就是 就普通教育嘛 對不對 那有些這個特色學校 就是使他能夠有更好的一個發展 那我現在的重點 當然這個我學校是說 因為這個特色學校 他就是一種 會啦 會引起大家 當成普及學校 對啊就是這樣 怎麼樣跟這個家長 或學生講說 這個是什麼什麼什麼 寫他們了解啊 你不然說 你這個 部長 你說這個要免試 而且我們失敗要減少 沒有辦法減少 對 很多的家長啊 就是說 我是要去考 台灣的社會是多元啦 我們在公聽的過程當中 也很多家長說 不能因為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啊 就把所謂的現在的明星高中 全部都把它普通化 把它降降下來 只有讓更多學校 優質化金質化 把它提升 全部提升 而不是把好的拉下來 所以也有這種聲音 所以要求這個考試日選的 你看那天 不是有一個報紙 大家都登嘛 那些學生都說 我們還要恢復計測考試 各種聲音都有啦 但在教育部立場 維持免試入學減輕壓力 是我們期待 那麼做好四星陽彩 然後提升國家的競爭力 學生的品質 這也要重視啦 部長這個是對啦 我現在是想說 因為你有這個特色學校 你的書包 你的扣本 不會減少 家長會去考慮 他還是適不適合去練特色招生 他會去考慮 有那個能力 有那個信像 他去 這一點喔 這個是我們在想的啦 家長的想法跟我們不太一樣 大家像部長講的嘛 都往上提升嘛 那希望這個小孩子 練那些特色學校 想起來 也有這種這個 有尊嚴嘛 有什麼這種情形 我們現在鼓勵 練顯高族 好好讀有前途 高族很好啊 出路很好啊 我現在是跟部長講說 這個高族齁 我們好好使他能夠高族發生 對對對對對 而且高族啊 要跟這個大學啊 是 要他能夠併起來啊 對對對 所以我上次也跟部長講過說 很多的大學 其實他的季族化已經沒有了 就變成一般的大學一樣了嘛 部長這個有什麼 能夠改國嗎 季族校園我們是強調他務所自用啦 強調他產學合作 強調他一些創意發明 然後呢 走出 他的教學就不能跟一般的一樣啊 不可以 不可以 現在很多一樣嘛 部長你也曉得 我們有要求季族校園老師 含使教到業界去 產學合作啦 我是希望說 以後我們慢慢的齁 要把一般的 跟季族的 真的把它切割掉 因為季族的其實來講 比一般的要好 是 他一季再生嘛 他什麼時候他都可以工作啊 對 像我們一般的這種大學 雖然還沒有工作啊 現在國際發明展齁 八大發明展 七大發明展 得金牌最多 也都季族代表 所以我今天 花了很多時間 跟部長發告就是第一個 謝謝 怎麼樣跟 給校長曉得說 好 所有學校 他的用意在哪裡 對 所有學校 不會增加 同學的 他的一個扣分 或者施暴的重量 對 我們來加強宣導 另外就是季族要去發揮 對 這個都很重要 謝謝 謝謝江委員 你這幾點執政都很正確 不然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 好不好 謝謝江委員 謝謝 我想這個 有一些還有一些的 我就用這個 市面 我們再來打候江委員 跟部長報告 感謝江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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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